叶旦节即将来到 台东县各界纷纷办行叶旦庆祝活动 资本卡地布部落天主堂 在23号在教堂举办了中断将近20年的市集 以及教友同欢的活动 活动中安排汤味以及烤肉 也安排主人表演 充分展现教堂就是家的清分 因为有很多教友都已经慢慢地没有再上教堂了 那我们也是借这样的一个机会 也希望教友能够慢慢地回流 就这样自己办 叫本村里的就给他用一个摊子 随便他奉献给教会 差不多有30多年没有办 场景转到属立台东医院 属东医院24号也安排了院长打扮起耶丹老公公 在医院内分送糖果给病人 以及家属还有护理人员的活动 希望以耶诞节活动传达爱心 让病人病痛得以舒缓 那我们是希望来看着民众身心可以比较健康一点 大家在一个睡末天冷的时候 民众有感到医院给他们的一些温暖 还有给他们的一些照顾 一位准备考军秀的年轻族人 刚好在医院做健康检查 接下院长糖果非常兴奋 也希望带来好运 而另一位来自台东最北的长宾张园部落高龄 94岁的阿妹族尹娜 说到糖果心情也很愉快 还蛮幸运的啦 在就是要提前的时候 还能拿到这种糖果 蛮安慰我的心 蛮温暖的我的心 夜淡血即将来到台东地区的教会部落或医院 都已纷纷举办迎接活动 民众能在寒冬中 也感受到夜淡的温暖气氛 就这给大家分享 郭六十台东采访报道